啊 好了 首先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 清真教育下午的一个VIP免费试听课 欢迎各位同学来到课堂听课啊 然后我们本节课所使用的一个 对吧 应该说讲的一个课程 是我们爬取当当网的一个书籍信息 然后保存到CSV的一个表格里面 最后的话可以给大家做一个 数据可视化的一个展示 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 如果说你们想听的话 也可以爬取评论啊 爬取评论 然后做一个词云的一个展示 也是可以的 好吧 然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个环境和模块的话 也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给大家发一下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 这个网站对不对 讲的是爬虫 爬虫的话 我们首先一定要把这几个模块给安装好 你没有安装好的话 等一下我们在实现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啊 你就做不了了 做不了了 好吧 昨天晚上的代码找这个老师也可以要吗 我想看一下自己能不能运行 也可以啊 你可以去找我们金体老师要一下 对不对 当然啊 因为你是VIP学员 那肯定是可以要的 VIP学员啊 对吧 都是可以去要一些资料的 网址的话 我就先发给大家去看一看 我们今天爬的是这一个网站 先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网站是什么 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对于环境方面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本节课的内容了 然后上课之前的话 给大家强调一个点 就是对于本节课案例的话 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问哦 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问 那我们就开始了 先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上课的一个流程 也是我们爬虫最基本的一个思路 每次上爬虫课程 都会给大家强调这个东西的 因为我们做爬虫 去写 爬虫程序 或者说你要爬哪一个网站 思路都是一样的 思路都是一样的 爬虫任何网站 都是这样子去分析 那么首先的话 第一个就去分析 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 通过什么呢 通过什么去分析呢 通过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 去抓包分析 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可以从哪里获得 可以 从哪里获得 好吧 那么首先就回归到我们网页 带大家去分析一下 怎么去抓包分析 像抓包的话 打开开发者工具 首先我们鼠标右键 点击检查 选择network 像这一个界面的话 就是属于我们所说的一个 开发者工具 也是我们在经常抓包 去要在这里面去使用的 然后这一个网站的话 其实它抓包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刷新一下网站吧 刷新之后呢 它相应的数据内容 就会给我们加载出来 对不对 给我们加载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一般啊 对于同学 你们不太会的 不太会用这个工具的同学 我告诉你怎么去找 对吧 怎么去找 就很容易的 就是什么呢 先找第一个 就直接找第一个数据包 因为第一个数据包的话 它往往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一个 导航栏这个网址的一个URL 看到没有 是一样的吧 跟我们导航栏网址是一样的 所以说先看这一个网址里面 它给我们返回的数据是什么 直接点这个Response 说 有些人说 老师我这个Response 我看不懂啊 那你可以干嘛呢 点这个Preview 可以作为一个预览 因为我为什么要先看第一个呢 就看这一个呢 因为我们要 有时候的话 它可能是一个经常网页 那你直接点这个的话 不需要说 怎么去找啊 很麻烦啊 对不对 因为你是经常网页的话 它相应的数据 都太差到一个网页远代码里面 那你直接看这个数 看这一个数据报的话 你就知道 有一些数据内容 其实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我们看一下 虽然说它有一个乱码啊 虽然它有乱码 但是呢 我们相应的数据的话 你应该也能看出一个大概来 也能看出一个大概来 就是我们的 我们想要的这些数据内容 是不是在它网页远代码里面有啊 对不对 这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啊 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那其实如果说它不是一个经常网页呢 那我怎么去分析呢 那你就要干嘛呢 用我们开发者工具里面的一个搜索功能 对 点击这个社区 搜索什么 搜索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标题我肯定是要的 那我直接搜这一个蛤蟆先生吧 蛤蟆先生 那回车一下 回车之后 他是不是也给我们返回了一个数据包 那我们点击这个数据包 其实是一样的 也是这一个ULD子 他返回的数据也是这一个 对不对 这是两种方式啊 两种方式 但是我们常用的话 还是这一个搜索的一个功能 因为我们只有通过搜索的话 才能更加快的去找到 因为我有时候不知道 它是不是静谈网页 如果说是静谈网页的话 你这样子去找还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说它不是的话 那你就要通过一个 搜索的功能去分析了 好不好 所以说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得到 像我们想要的这一个网站的话 就都是来自于他的网页元代码里面 在他网页元代码里面的话 就有我们想要的一些书籍信息 比如说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在哪个地方 在这里吧 应该是有的 对 在这里是不是有 我们想要的 他的一个书籍的标题 推荐量 然后的话 他的一个评论条数是谁 做的是谁 出版社是哪一个 对不对 这等等的一些信息 我们都是可以去获取的 这就是我们通过开发者工具 去抓包分析 能得到的一个结果 这是前面一直跟大家强调的 我们都是看Response 而不是看Element 你会发现我去抓包的时候 我去找数据的时候 我没有看这个吧 是不是我没有看这个 我都是在这个Naito Work里面找的 我们知道他数据是来自于这里的时候 我们才能干嘛呢 才去这里面去看 因为他网页就是在网元代码里面 所以说才可以 才去这里面去看他的一个标签在哪里 就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分析的话 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些细节 虽然说它不难 但是涉及的一些细节地方 还是比较多的 好吧 直接通过开发者工具抓包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对不对 那第二步 既然我们知道了 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那我们就开始实现代码的一个步骤过程 像我们Python爬虫 去做一个 写爬虫程序 它的一个步骤的话 主要就是分为这几步 第一步的话 是发送请求 就对于我们刚刚分析得到的一个URL地址 发送请求 哪一个 就我们刚刚已经分析得到吧 就这一个吧 是不是 就这一个URL地址 给它发送一个请求 我给它复制过来 第二步 就是获取数据 这里的获取数据的话 是指获取服务器返回的一个response 是响应数据 响应数据 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这个数据内容 而不是Element 这里再给再次给你们强调一下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是我们那个解析数据 解析数据的话 就是提取我们想要的内容 想要的内容 因为我们获取的数据的话 是获取了非常多的一些内容 它有一些杂七杂八的 很多 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并不是我都要 对不对 我们虽然说是成年人 可以选全都要 但是的话 作为一个理智的成年人 有些东西不能要的还是不能要 对吧 作为一个好男人 好吧 然后第四步的话 我们解析之后的话 就可以作为一个什么 保存数据 把我们的一个数据 保存到本地的一个CSV文件里面 各位 然后第五步的话 就是多页爬取 多页的一个爬取 好吧 这是我们爬虫实现的一个基本步骤 就是这五步 比较简单 这一个案例的话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吧 对于思路方面 我相信应该大家是没有问题吧 但是还是按照常规的 可以问一下大家 如果说思路都跟上了同学 可以给老师扣个一吗 思路跟上同学 听明白的同学 给老师扣个一 如果说有不清楚的话 等一下我们在写代码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进行问 好吧 OK啊 都听明白了 那我们就开始写我们的一个代码 我们既然 对吧 已经给他明确了我们的一个代码步骤 那我们接下来写代码的话 也是按照这个步骤去走 一步一步来 这样子也方便于大家去理解 那首先我们就是第一步嘛 发送一个请求 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就要用到我们Python里面的一个第三方模块 request 那么首先的话 肯定是要导入一个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 import我们的一个request 对不对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数据请求模块 它同样也是第三方模块 需要大家去安装的PIP install request 有没有同学不会安装模块的呀 如果说你们不会安装模块的话 可以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在我们Python里面 点击这个终端 当然我这个是汉化了的 如果说你没有汉化 那就是一个terminal T开头的 T开头的那个字母 terminal 好吧 然后输入我们相应的一个命令 PIP install request 这个request 主要是模块名 如果说你安装其他的一个模块的话 把这个名字给它改了就好了 然后我们回测一下 就可以进行个安装 然后这里面所显示的呢 哎呦 完了 这里面 这里面所显示的一个东西啊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告诉我们的是已经安装完了 就是已经安装过了 安装过了 它会显示这个 如果说你没有安装的话 它是有一个进度条的一个展示啊 有个进度条展示 所以说希望大家去这里一些地方 需要注意一下 对于那些刚开始学的同学 好吧 那么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要确定一下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确定一下请求的URL地址 我们用一个URL的一个变量 去给它接受一下 就是我们哪一个 就这个嘛 刚刚已经分析得到的 放进去 这是我们确定的一个URL地址 然后呢 我们确定了URL以后还不够 不够 因为我们爬虫 爬虫的话 它是什么 模拟浏览器 对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发送请求 重点在于哪里 重点在于模拟啊 所以说你要 你想要伪装的话 想要进行伪装 想要达到一个模拟的一个 状态 一个程度 我们就是需要给它干嘛呢 给这个代码 给爬虫的一个代码 添加上一个HEADS 添加上我们的一个HEADS 请求头 因为这个请求头的话 主要就是作为一个伪装的 那请求头HEADS 我们要去哪里找呢 也是在这一个 开发者工具里面去找 这里是不是有个HEADS 当然这HEADS的话 这里面有三个大块内容 这三个大块的话 第一个January 这January里面包含的一个信息 是我们 我们主要是看的是两个 就前两个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一个是我们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请求方式 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我给大家写一个简单的一个注释吧 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请求URL地址 下面这个get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请求方式 是我们需要去注意 去了解的 然后我们所说的一个请求头参数 它其实是在这一个requestHEADS 是requestHEADS request的话是请求的一个意思吗 HEADS的话是投 就是我们请求头的一个信息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信息 我们一般加什么呢 加我们的一个useragent 加这个就好了 useragent 对不对 这useragent的话 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用户代理的一个意思 而可以接单吗 接单的话你可以去找我们进行老师 你的需求和预算可以发给进行老师 然后的话我们进行老师会给你联系 我们的一个VIP学院 帮你去实现你的一个代码 好不好 可以坚持接单 对啊 可以坚持接单 它从事可以坚持接单的 useragent 你翻译过来的话 它就是用户代理的一个意思啊 中文是用户代理 它实际上的一个含义的话 就是我们浏览器的一个 浏览器的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你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刚刚虽然说是复制过来了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是直接Country加C Country加V 但是这里有一个细节点是什么呢 我先测回一下 你先加上引号 然后给它粘贴过来 粘贴完了之后 你一定要把这里也要加上引号 一定要加对啊 位置要加对 你加错的话 等一下代码会报错 好不好 就是我们进行伪装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我们request模块 去发送请求 那就是request 点上我们的一个get请求方法 把我们的一个url 和我们的一个head 给它传进去 最后的话 我们用一个race bounce的一个变量 给它接受一下 像这行代码 89行这行代码的一个意思 你通过中文翻译过来的话 它就是通过request 模块里面的一个什么呢 get 里面的get请求方法 对于我们这一个url地址 发送请求 并且携带上 携带上我们的一个head 请求头 然后发送请求 它意思是这一个 然后最后 用我们的一个response的 一个变量 去接收返回的一个数据 接收返回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我们说说 对吧 一个变量去接收 它这一块内容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么可以把这个printer 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 看一下它返回的一个结果 是什么东西 来来来 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就是我们的一个 对象吧 response 200 像我们在pathon里面 它的一个坚固 都是表示的一个 对象的一个意思 让它的话 这个是对象名字 response 所以说是一个response 响应对象 因为response 它的意思翻译过来 就是回复响应的一个意思 就是看名字 你就知道它是啥意思 它就是一个响应对象 然后这个200是什么意思呢 200的话 表示的是请求成功 它是一个状态码 状态码 表示的是请求成功 说明我们已经 对于这一个网站 发送请求成功了 好不好 但是有些同学 就会有一个疑问 老师 你按正常的话 它response里面 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吗 为什么你打赢这个response 它返回的是这样子呢 对不对 我们这 如果说我要获取的是什么 获取的是跟我们 在开发者工具里面 所看到的一个response 一样的话 那是获取 是获取一个响应体的文本数据 是获取它的一个文本数据 因为我们得到的话 它是一个对象 要获取它的一个文本数据的话 那就是用一个点上一个text 就是一样的了 来 运行 看一下结果 好不好 这就是我们最终能 获取数据的一个步骤了 获取数据 你看这里是不是也有 它的一个作者名字 然后它的一个书籍名字 是不是 这就是有相应的东西了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步 获取数据 有问题吗 对于前面两个步骤 发送请求和获取数据 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同学们 那有不清楚的同学 可以问一下 如果说都听懂的话 可以刷一个鲜花 像我们榴莲似水同学的话 说可以接单吗 你是指的是 你想要发布外包呢 还是说我们的一个 爬虫 一个python 是不是可以 可不可以接单 同学们都不在吗 对吧 还是说已经听得 请问这一个headers去哪里找 headers就在开发者工具里面去找 同学 在我们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找 像我们赵梦瑶同学 是不是刚开始进来听课呀 在我们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去找 这个开发者工具 按F12选择network 刷新网页 然后的话 你导致一个第一个数据包 里面的一个user agent 就有了 任何一个数据包 因为我们这一个 对吧 我们前面跟他说了吧 user agent是浏览器的一个身份标识 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一个浏览器里面 所以无论说你哪一个数据包 他的一个ua都是一个样子的 都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看到没有 他ua都是长的一个样子 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浏览器里面嘛 所以说一个浏览器里面的一个ua 那肯定都是一样的 好吧 还有其他同学有不清楚的地方吗 除了我们这位赵梦瑶同学 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开始第三部内容了 找到了 谢谢 好的呢 那么第三部就是解析数据 提取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我们想要的数据有哪些呢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要的是哪些 我们要的是这个蛤蟆先生啊 这个标题我们要的 评论的一个条数 对吧 然后推荐量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 评论 对吧 推荐量 作者是谁 哪一个出版社是谁 然后的话 他的一个出版日期 价格原价折扣电子书的一个价格 这些数据内容都是我们是要去获取的 那获取数据解析数据的话 我们今天 对吧 那首先我们导入一个模块 用Person模块 导入我们一个数据解析模块 Import我们的一个Person 对 这个Person模块的话 他也是我们的一个第三方模块哦 第三方 模块 也是需要去安装的 PIP 加上我们的一个Person的一个模块名字 先导入模块 导入模块之后的话 我需要对于我们获取下来的这一个数据 进行一个转换 为什么要进行转换呢 因为我们获取到的这一个Response .tax 它返回的一个数据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字符串的一个数据类型 它是一个字符串 那我们要通过这一个模块去解析的话 是没有办法直接对于字符串去解析的 你想要对字符串数据直接解析 那得用正则 用正则就可以 但是我们是用了一个什么呢 我们今天用CSS选择器啊 CSS选择器 那我就需要对它进行一个转类型 Person点上我们的一个Selector 把我们的一个Response 点Tax给它传进去 那我们用一个Selector给它接受一下 Selector 用一个变量给它接受一下 然后这个代码的话 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这一个S是大写 一定要大写 不要小写 小写的话它就会报错 好吧 这行的代码的话 就是把我们获取到的 把获取到的HTML字符串数据 转换成我们的一个Selector对象 然后在这个对象里面 就可以调用我们CSS 或者说有些同学 老师我能不能用Xpass 也可以 也可以用Xpass 都是可以 它在这个里面的话 都是有封装的 像RE的话它也有封装 但是如果说 你要用这个模块里面的RE的话 建议直接用RE模块 直接导入一个RE就好了 那么今天就用CSS选择器 那CSS选择器的话 很多同学可能也不太清楚 对不对 选择器 它的话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我们 根据网页的一个标签属性 去提取我们的一个数据 提取数据 那根据标签的话 因为我们也知道 它是一个静态网页嘛 所以说我们 根据标签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什么了 看这个Element了 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个静态网页嘛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 我们想要的这些数据 它是来自于哪些标签 我先取一个大的吧 对不对 取一个大的你会发现 我们想要的数据 是不是都在这一个LI标签里面啊 我们选中这个LI 你会发现 它包含的一个信息 都有一个高量的显示 都包含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想要的一个书籍信息 我们想要的书籍信息 都包含在这个LI标签里面 所以我们要取数据的话 我们就分为两次去提取 第一次取的话 取它所有的一个LI标签 把它这个LI标签 全部给它取下来 然后再取它标签里面的 一个详细数据 那我要取这个的话 用我们CSS语法怎么去写呢 如果说你们不会这个语法的话 或者说你们不会XPass的话 交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方向 选中这个标签 然后按住Counter 不不要按住Counter 按住鼠标右键 选择我们这个Copy 然后CopyXPass 就是XPass的语法 CopySelector就是CSS的语法 给你们写个图 选择我们的一个Copy 然后选择一个Selector 这个的话就是干嘛呢 复制CSS的一个语法 这个XPass的话 就是复制XPass的 这同理可得 是不是 就复制XPass的一个语法 给你们解个图发出来 那我们这里用CSS的话 那我就复制一下 CopySelector Copy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按住Counter加F 弹出一个搜索框 这个搜索框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的一个东西 一个是Found by String Selector or我们XPass 所以说这里面的话 是可以通过字符串 或者说是CSS语法 或者XPass去找数据的 那我们复制的是Selector 那我给它粘贴过来 粘贴过来之后的话 你是不是看到了 我们是不是有取到这一个 我们取到的数据的话 它都是有一个黄色高亮的一个显示 当然我们这里取到的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 为什么只有一个呢 而不是取到多个呢 原因是在于这个地方 我们指定了第一个Li标签 那我把后面这一串内容给它删掉 你会发现 我就取到了20条数据内容 我们一页的数据的话 刚好也是20条 一共是20条 你看我们这是第一个嘛 那我选了第二十个的话 它就是最后一条数据信息 对不对 我们不会的话就这么去写 当然 这一个的话 你还能去简化 如果说你不会的话 你直接就复制 然后放在这个里面就很了 放在这个里面 那就是什么 它这个的话 就是获取了所有的一个Li标签 如果说你们会的话 会那么一丝丝一致吗 CSS语法 我们就可以给它缩写一下 就给它缩写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的话 就是通过我们上面 这个Ul的一个标签 里面的一个bundlist 这个class名字 对不对 class的话 我们用一个小圆点 加上它的一个名字 就可以取到 取了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有两个 没有关系 那我们再取下面的一个 Li 取下面Li 它还是有多出来一个 是不是 你是不是发现了 原本应该按正常是21 那这里是 按正常是20 这里是21 那我就在前面 把它的一个标签名字 也给它加上 把这个ul的一个标签名字 给它加上 就好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也要给它加个ul ul 这就是我们CSS的一个语法 还是相对而言 比较简单 那我们就用一个ls 给它接收一下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这个lis 你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返回的是什么呢 返回的是一个空列表 返回的空列表 原因是因为我扶持错了 扶持错了 是这个 扶持错了 好不好 这里有一个重点啊 也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 老师 我取数据之后的话 它为什么给我返回一个空列表 返回一个空列表的话 这里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返回一个空列表 表示什么呢 表示是没有提取到数据 但是你语法是没问题的 语法没问题 对吧 代码是没问题 代码语法没问题 没有报错 所以给你返回的是空列表 空列表原因 我刚刚也给大家改了吧 我原本的话是复制的是其他 是另外一个 是复制的是这个 复制的是这个 然后它的一个名 它的一个取错 我是取错了 所以说它没得到 所以我们要有时候 看到是空列表的话 你要检查一下 你的一个 CSS语法 或者说XPAS语法 有没有写对啊 好不好 来我们运行一下 它会给我们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就是一个列表 中国号嘛 在我们pass里面 表示的就是一个列表 然后列表里面的元素的话 就是什么 selector 对象吧 前面是不是说了 兼括号的话是对象吧 然后真的是它的一个对象名字 select对象 那这个select对象 是不是跟我们前面 这里是一样的了 所以说我们通过便利 把里面的一个对象 一个一个给它提取出来 因我们的一个LIS 对不对 一个一个给它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之后的话 这个LI也可以用 CSS的一个方法 也可以调用CSS的方法 只是说这里没有一个智能提示 虽然说它没有一个代码智能提示 但是一样是可以用的 一样是可以用的 好吧 那么接下来就取它相应的数据 比如说我想要标题 那我看一下它的一个标题在哪里呢 我直接用这个箭头选一下 点到这个地方 点一下 看一下它的一个标题在哪里 标题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A标签里面的一个Title属性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取上面这个 是不是有一个Name Class名字等于Name 那我取这个Name Name的话用一个小元点代替 加上名字 然后取下面的一个什么A标签 对不对 我是不是就取到了 取A标签里面的什么Title属性吗 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取标签里面的什么属性的话 这个两个冒号表示的是什么呢 表示是取这个A标签 然后取里面的属性的话 就用att 然后括号 是什么属性 Title属性 点上我们的一个get get 然后我们用一个变量名字 给它接收一下 Title 那我们可以干嘛呢 打印一下这个Title 你就会发现 我们就把这20本书籍的一个名字 给它取下来了 有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 有没有不清楚的同学 我们解析数据这一块 有没有不清楚的 当然我们有解析完 先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 解答一些问题 有没有同学不懂的 来都听懂 思路还跟得上的同学 给老师刷个鲜花 刷个鲜花 飞腾广告 对吧 风中雨者 大家都是没有问题 我们 对吧 聊聊回回 在真的认真听课的同学 就这几位 就这几位 好吧 那这几位同学 在坚持着听 认真听 很棒很棒 对 那我们接下来 就接着往下去了 评论条数 我也是要的吧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评论条数 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吧 那它评论条数 是不是在这个 span标签 span标签 是不是一个level 对吧 这个level level下面 那我直接取这个level吧 能取得到吗 取了之后 还是20个数据 对不对 然后再取什么 下面的一个A标签 我取A标签的话 取不到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 我们这一个A标签 没在这个span标签里面 所以我们按照 应该是什么呢 按照取这个star 如果说是不是在的话 你应该展开 展开的话 它里面有数据的话 是我们想要的话 就是取这个 那这个97%的话 是其他的 是这个星级 所以说我们应该 取这个star标签 取这个star star下面的一个什么 A标签 A标签 对吧 A标签里面的什么呢 文本数据 这个是文本数据 咯 就不是我们的一个 说是一个什么呢 我先复制到这里 对不对 我们attr的话 是属性选择体 属性 选择器 对不对 取标签里面的什么属性 那我现在要取的是什么 要取的是标签里面的一个文本 文本的话 那就不是attr了 直接就是一个text 直接是个text 然后是一个评论的数量 用一个comment吧 comment 评论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标题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评论数 好不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取什么呢 那我们把评论数也给它打印一下吧 等下取完之后 再一起给它打印啊 然后还有什么呢 我们那个评论的条数有了 推荐量 对 推荐量的话 它直接有一个推荐啊 它这里直接有一个推荐 是不是 直接有一个class是一个推荐 用个小元点代替就行了 那我直接快速复制一下 点上一个推荐 然后取里面的一个什么呢 它也是文本嘛 也是文本 也是文本的话 那这个推荐 推荐的话 中文英文怎么打 推荐英文 诶 我不会了 对吧 有时候英文不知道怎么打的话 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先打个中文 然后翻译一下 翻译给它替换掉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推荐的意思 推荐 对吧 你打人 看到多了 自然而然你就会打了 这是还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插件 比较方便的一个插件 如果说大家需要这个翻译插件的话 也可以去加我们的一个 近期老师去要一下 好不好 那么还要取什么呢 取它的一个 诶 是谁出品的 对 是谁出的 谁出的话 它这里面就有一个 A标签 是不是 就有一个A标签 然后取里面的什么呢 取这个的话 我就取不到了 我直接取这个的话 你会发现多了好几个 多了好几个 40个了 因为它有两个是一样的 发现没有 它两个是不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吧 所以说它是有两个 有两个就变成40个了 所以我们要指定一下 是取得第几个 那我取的话是第一个 那我这样子取 看能不能取得到 Q的 对吧 NTHQ的 D1 是吧 1的话 你像我这样子取的话 我加个标签名字吧 DIV DIV 嗯 这样子还是取不到 如果说你像这样子 取不到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就根据它的一个 DIV标签去取 根据它这个 DIV的一个标签 它是第几个 1 2 3 4 5 第五个吧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直接改一下 变成DIV标签 第五个DIV标签 第五个 这样子也能直接取到 也能直接取到 第五个DIV标签 你就按一个一个 去数就好了 取第五个DIV标签之后的话 我要获取的是什么 获取哪一个 获取第一个标签就行了吗 第一个标签 或者第二个标签都可以 因为它的Title属性里面 就有我们想要的 那就获取第一个A标签 NTH 杠上我们那个TUDE TUDE的话是选择嘛 我怎么把这个给点开了 TUDE 对啊 选择第几个呢 选择第一个 那我们就取得的是 第一个标签里面的一个 是吗 Title属性 那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快速复制一下 取里面的一个Title属性 ATTR 括号 Title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那个 作者 作者对吧 不清楚的话 你也可以反映一下 作者 这是我们这个作者信息 作者 OK吧 大家们记得往上去 它的一个出版社 对啊 它出版社和日期 出版社和日期的话 就是在第六个 那我们这里要改一下 就变成第六个了 第六个 第六个这一个DLV标签里面 里面的一个什么 spam标签吧 spam标签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出版日期 spam 又给它复制过来 这还是比较简单的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都是书图同归 书图同归 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取里面的什么 文本数据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出版时间 那我们就用个日期吧 用个日期给它代替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一个出版社 出版社在哪里 在这个A标签里面吧 那这里的话就spam标签 就改成A标签 A标签里面的一个文本数据 我再快速复制一下 这个就是A标签 出版社 出版社的话 对吧 出版社怎么打来着 我也忘了 直接给它翻一下吧 就用这个吧 就出版社 出版社也有了 那还有什么呢 它的一个价格 就是这样子去找的 价格 那我先取这个piece 对 先取这个piece piece下面的什么 piecen piecen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的 有这么多 32个 有些是有电子书的一个价格 它这个piecen的话 就包含了我们电子书的一个价格 那所以的话 我们这里需要稍微改一下的 稍微改一下的 怎么改呢 那我们就取piece下面的一个 p标签 取它的一个p标签 取第几个p标签 取第一个p标签 对 取第一个p标签 p标签下面的 再取它的一个p身 就好了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下 你要对应一下 看你的数据量是不是对的 如果说多了 对吧 多了的话 那你肯定是要改一下的 如果说少的话 那可能说有一些数据 它是本身是没有的 那就没有关系 可以少 但不能多 好不好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售价 售价的话 我们也用一个p身 用一个p身 去给它代替 这是我们的一个售价 那么在快速复制下 还有我们的一个什么 原价 原价就是38 就是p3 p4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原价 我们也用一个p3 给它接收 还有我们的一个电子书的一个价格 折扣要嘛 要不要 要来个折扣 折扣如果说你们要的话 也可以来一个p4s 对 这个p4s的话就是折扣 折扣 是不是 那我们再快速复制一下 那么这个要它的一个电子书的话 电子书有个p11 它直接有个p11 那我直接取它p11 看能不能取得到 能直接取到是吧 取到p11里面的一个p身 12个 对啊 我们可以取少 但不能取多 取得少 它只有12个的原因是因为 它有些书籍 它是没有这个的 它是没有电子书的 所以说取少是没有问题的 你千万不要取得太多了 你取多的话 说明就有问题 这里给大家改一下 这是我们那个p身 就是我们那个电子书价格 电子书价格 各位 这相应的一些数据率的话 我就全部给它提取出来了 这里有一个p身 这里有一个p身 那电子书的话 我就改一下吧 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的话 翻译一下 ebook嘛 ebook 那这里有一个p6s 这个是折扣 我快速复制了 给它改一下就好了 把它删掉 多复制了一行 售价原价值扣 电子书的价格 应该就没问题了 那我们把集体的 把这些数据 都给大家打印 看一下 我们最终得到的一个效果 是什么样子的 对 一个一个给它打印 然后还有这一个 你给它打印一下 还有我们这一个价格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没有取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东西没有取 那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详情页 对 我们书籍的一个详情页 的一个URL地址 我们应该也要给它取一下 下面详情页的一个URL地址的话 它在哪里呢 在我们这个标题这里 对标题里面的一个Horaf属性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给它快速一下就行了 Horaf 这个Horaf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详情页 那我们这里 那我们这里也给它加上一个Horaf OK 来 直接运行给它看一下效果 对 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一页的数据内容 就全部给它采集出来了 同学们 OK吗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我就记得网上想了 就我们的一个保存数据了 就这是我们的一个第四步 保存数据 保存数据的话 我们就要干嘛呢 给它把这些数据这种 添加到我们的一个 列表里面 这个列表 添加到一个字典里面 这个字典的话 我就不给它一一写了 我直接就 就复制了 复制我之前的一个代码了 因为这个东西有点 有点枯燥 对吧 都是重复的操作 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哦 这个是有个评价 评价的话 推荐 推荐是这个 这个是评论述 对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 电子书的价格 电子书价格是ebook 然后我们折扣的话 这是售价 原价 哦 还有一个折扣 折扣 折扣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PCS 快复 相信啊 那就没问题了 就把它保存到我们这个字典里面 创建一个字典 给它保存进去 然后呢 保存数据的话 我们就导入一个什么 导入我们CSV的一个模块 import 我们那个CSV 对 导入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 是一个内置的 就不需要它去安装了 然后导入的话 我们要创建一个文件内容 对吧 先打开一个文件 open 我们的一个什么 电子书籍信息吧 书籍 信息 点上我们的一个CSV 然后保存方式 model 一个a encoding 指定一下编码 指定一下保存的一个编码哦 然后我们再给它 newnet 兴起一行 没保存一行的话 我们兴起一行 然后用CSV里面的一个 dict write dict 对吧 就字典嘛 write写入嘛 字典写入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们f 把文件传进去 然后给它加上一个fieldness 这个fieldness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字段名 就是我们表格的第一行标头 表头 你可以理解为是表头 把我们的一个关键 我们这些字典里面的一个 关键字 给它传进去 我们给它快速替换一下 选中counter加r 然后的话用一个什么呢 冒号 括号 一个点心 是不是 然后给它替换成什么呢 逗号 全部替换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的话是一个列表 它是个列表 这里面是一个列表 所以说我们要给它把它变成这样的格式 最后的话我们用一个CSV write 给它接受一下 然后CSVwrite 点上我们一个write handle 对 这个是写入表头 把我们那一个字段名 给它写到表头里面 写入表头 OK了 然后把我们的一个数据 给它写进去 CSVwrite 点上我们write wrong 直接运行保存 直接保存 这就是保存了我们的一个 数据内容 我们的数据内容就保存完了 给你们看一下 它保存之后的一个效果 是什么样子的 对 这是保存之后的 然后它标题 推荐量 评价 条数 对 然后它的一个 作者 出版日期 出版社 价格 对吧 售价 原价 它的一个折扣 这些七八八的都有了 都有了 这是爬取我们一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一页的话 它是有二十条 因为我们第一条是标头 然后它一共是二十条 还在听课的同学给老师扣个一 有不清楚的话 也可以问一下 同学们 给你们简单的发一个签到 简单发一个签到 我看哪些同学在挂机 在挂机 对吧 同学听到尾 我不知道大家是听的是 津津有味呢 还是真的是在挂机 喝口水 顺便喝口水 OK吧 我们37个同学 是吧 我们37个同学 现在只有12位同学在 只有12个同学在 那我们这12位同学 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呢 对于我们 刚刚上述所讲的一些知识内容 现在前到前进了 先进多了 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呢 这12位同学 有没有哪一行代码 不太清楚的 可以问一下 可以问一下 如果说没有的话 我们就记得往上讲了 因为很多同学 不要不懂装装 不要不好意思 对吧 不懂就是不懂 不清楚的 就可以直接问 在哪里打开后台 打开什么后台 打开什么后台 同学 这个这同学 你说的后台 是啥子后台 是开发的工具吗 书籍 这个书籍 这是王子 这个开发的工具吗 你说的是这个吗 F12 F12 或者鼠标右键 点击检查都可以啊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擦掉 你鼠标右键 点击检查 选择这个Network 对 选择这个Network 就是啊 然后刷新一下 它就有数据了 刷新之后的话 它不是就有数据了吗 或者说你直接按F12 直接按键盘的一个F12 它也可以弹出来的 这是开发者工具啊 同学 记住啊 它叫 它的名字叫开发者工具 不是后台 好不好 我们这个职业同学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爬取我们的一个多行数据 多行的话 我们爬取多页数据 主要是看它的一个变化规律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 是第一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一下 它第二页是什么样子的 哎 这是它的一个第二页数据 对不对 然后第三页呢 第三页的一个URD 这是什么样子的 哎 是这个样子的 这就是第三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就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主要给它变化的一个规律 是哪一个 是这一个吧 对 是这一个吧 后面这一段参数啊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构建一个循环 给它构建一个循环 for一下 在哪里for呢 在这里for for我们的一个page 因什么 因我们的一个range 从第一页 爬到第多少页 它一共有多少页数据啊 看一下 一共是25页数据 那我们就到26 爬到26 然后后面的内容 全部给它选中 按一个table键 集体缩 集体缩进一下 然后再用我们 字符串格式化的一个方法 把里面的内容 给它替换掉 配取 哎 这的话就是可以实现一个 多页的一个parch 那parch之前的话 我们可以print 打印一下 正在parch 递多少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页的数据内容 然后我们用一个 用一些符号吧 让它做一个区分 用个分割一下 那爬去之前的话 我们再导入一个模块 导入我们的一个时间模块 import 我们这个tumb 导入这个模块的一个原因 是在于我们 每次爬的话 稍微给它来个延时 点上我们的一个sleep 延时一秒钟吧 1.5秒吧 给它延时1.5秒的一个时间 然后进行个采集 然后把这个就给它删掉 把我们前面所采集的一个数据 我就给它删了 来 直接运行一下 正在爬第一页 然后等1.5秒 就爬第二页 然后等1.5秒 爬第三页 然后第四页 第五页 给它一个延时 给延时的一个作用 就是为了防止被反爬 对 被服务器识别 因为爬得太快了 容易被封IP 所以说我们稍微慢一点 没有关系 有时候的话 男人嘛 还是持久一些会好一些 太快的话 总是不那么恰当啊 对不对 防止服务器识别吧 对的 稳妥 稳妥起电 虽然说你直接不加的话 也没问题 但是为了 对吧 给人家服务器减少一些压力啊 减少一些压力 别爬那么快 好吧 这就是爬取我们 25页的一个数据 我就都给它采集下来了 简不简单 对于本节课内容来说的话 是不是 很简单吧 爬虫就是这样子 非常非常简单 简单的压扁 简单的压扁 来我们看一下数据 一共的话是500条数据啊 从第二 因为第一页的话 第一条数据的话 是个表头嘛 字段名嘛 它所以说按正常的来说的话 它应该是501 对吧 501 就 就是500条嘛 对不对 啊 就是500条数据 下面的数据内容也有了 它详情页也在这里 就是我们去做一个数据采集 简单的 还是挺简单的 还是挺简单的 是挺简单的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一些东西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 基本的一个采集啊 当然这些数据的话 你也可以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像这个推荐 对吧 推荐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推荐给它删掉 这个条评论你也可以给它删掉 然后的话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的话 这个名字你也可以给它删掉 这个 这个钱的符号也可以给它删掉 好吧 这就是我们这一个内容 前半部分的一个内容 前半部分的一个字典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有没有不清楚的 是不是手一字呀 对吧 觉得老师讲的怎么样 好不好 对不对 别光听课 夸一下我嘛 让我开心一下 行不行 对不对 大家都死气沉沉的 都不说话 那有啥意思呢 让我一个人孤枯灵定 好不容易下午给大家讲解课 对吧 我都要阴阴阴了 我都要阴阴了 我要阴阴了 很难受啊 阴阴对吧 大家都不理我 好不好 这的话就是采集数据 还是相对而言 比较简单 就看你们有没有问题 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记得往下讲了 记得往下讲 阴阴 我要阴阴了 真的是太过分了 来给你们大概看一下代码 给你们过一遍代码 首先的话 这一块是我们的一个创建 如果说有不清楚的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哪一个行数 行数是多少的话 你可以在公屏上输入一下 说哪一行有问题 不太清楚的 这个是我们创建一个文件 创建我们一个文件 就是创建一个文件 然后把我们的一些字段名嘛 这个就是我们的字段名 它字段名的作用的话 就是主要是写在这第一行 就让我们大家 爬取数据的话 可以看到哪一行数据 哪一列数据 这是属于一列吧 这是一列 这是一行啊 哪一列数据的话 是一个什么呢 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 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是好看一些 然后这是写入表头 然后for循环便利 便利的话 构建一下我们的一个 多页的一个URL地址 多页的一个URL地址 然后的话 对它发送一个请求 获取它相应的数据 做一个解析 这就是我们CSS的一个语法 然后呢 把我们这些 获取下来的数据 保存到一个字典里面 然后的话 进行一个保存 其实就是这些 没有其他话 我们来做一个数据展示 数据可视化的一个展示 做数据可视化展示的话 数据分析 我就不给大家讲了 因为 因为我们爬起数 因为这个数据分析的话 没得讲 它都是用模板直接套的 用模板直接套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数据的话 相对而已 还是比较工整的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 很乱的一些数据 这个数据都是工工整整的 因为我们自己爬的话 就会本身 爬的时候 就会对一些数据 做一些处理啊 你要数据可视化 数据 可视化 我们一般做数据可视化的话 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一个 编辑器啊 用的编辑器 编辑器 都是用的 Jupiter Nautbook Nautbook 给它大写吧 大写我感觉好看一些 这个的话 你是需要去安装的 你安装的是需要安装 如果说你是 Anaconda的一个环境的话 是自带的 安装就跟安装模块一样 PIP install Jupyter 加上这个模块名字就好了 是跟安装模块是一样的 然后安装好了之后呢 怎么去用啊 来 我们这里是有一个现成的代码 怎么去用呢 教给大家 怎么打开这个文件 按住Shift 按住Shift 加鼠标右键 它会有一个框框 有个东西 哎呦 按Shift加右键 有个这个玩意 给你弹出来 然后你选择哪一个呢 选择这一个 在此处打开 Pro ProShield 对吧 ProShield 我一下子 怎么忘记这个单词 怎么念呢 来我们来一下 这个单词都念错了 不得行啊 Shield PowerShield 对吧 PowerShield 打开这个 打开之后的话 它会有一个蓝色框框啊 蓝色的一个窗口 给我们显示出来 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直接输入Jupyter Jupyter Jupyter Nautabook 回车 回车之后 它会自动给我们弹出一个框 一个窗口 弹出一个流量机窗口 那这个窗口里面 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 这个代码 点击一下 点击之后的话 就进入这个代码里面了 然后我们可以干嘛呢 给你看一下我们 做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操作 对吧 这就是我们实现的一个代码了 导入的是我们 用的是Pyna 是模块和PyeChars 好吧 没有用其他的 因为我们做的数据处理的话 比较少 先导入我们的一个数据嘛 导入数据 导入数据的话 做一些简单的一个书名 对吧 有些是书名 有些是标题嘛 对不对 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处理啊 因为我们数据还是比较工整的 然后直接套模板 直接套模板 模板直接在后面这里套模板 把我们这个 Jupyter的一个模板 对吧 直接给它套进去 然后做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效果图就行了 因为我们数据的话 就这个做 做数据分析 你不要做数据处理的话 直接就相当于套模板 真的就是套模板 就很简单啊 比爬虫的话 数据分析在于爬虫 难在哪呢 它如果说那个数据很乱的话 你要做数据一些 做数据处理的话 就比较麻烦 但是你数据比较OK 比较好的话 你直接套模板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当当数据网 原价价格的一个区间 对吧 原件价格的一个区间的一个 饼状图啊 然后这个是我们售价的一个饼状图 基本上77%的话 都是50块钱以内 50块钱以内 然后它出版社的一个 出出的一个情况 对吧 我们出版公司 这是哪个出版公司啊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它500本里面 有29本是他们公司的 就前500本嘛 销量前500本里面 有29本是他们公司的 这是一个排名 然后还有一个 电子书的一个占比 我们电子书的一个占比 总占比的话 只有书籍的30% 500本里面 500本里面有30% 就相当于150本吧 150本有电子书的一个出售啊 有电子版 然后评论量最高的 对吧 前20本 是不是 这就是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可视化 当然你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 都是可以的 因为这可视化的话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 需要去说明的一些东西啊 好吧 今天嘛